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把header部分最后一点内容 也就是这个切换过程中的动画给大家做一下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块呢会有一个小的icon 我们需要到icon font上面去增加这样的一个icon 打开icon font.cn 我们呢在这里可以搜索 搜索什么呢 spin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标记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这种标记啊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和网站上比较类似的内容 就用第一个这样的小图标 我们加入购物车 然后点击这个购物车 添加至项目 大家把它加到减书这个项目之中 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项目里面就四个图标了 我们需要重新下载图标到本地 我们把它下载到桌面上 好 稍等我们需要解压缩啊 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这四个文件我们都得要 它是字体库文件 所以呢我们复制一下 到我们项目目录下的 src目录下的statics目录下 找到icon font 我们粘贴 替换掉之前的字体库文件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替换掉 然后我们再看啊 我们这个目录下有一个icon font.gs文件 大家打开 它是这样的一个 像全局注入样式的一个样式文件 那么我们到这里啊 打开 夹缩文件里面 有一个icon font.css 我们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好了 关闭掉这个目录 我们打开之前我们的这个项目 找到src目录下的statics目录 icon font 然后打开这个icon font.gs文件 我把复制的代码粘贴到下面 咱们呢 一点点替换 首先 font.face这块 我们替换成新的font.face 别忘了 前面这个路径啊 一定要加一个点反旗杠 当前目录 好 data这个base64的这个内容之前 不需要加这个点反旗杠 好 再看 后面这些小的icon 我们不要 我们要这个icon font就行了 icon font呢 应该没有变化 所以你还是以前的就可以 保存一下 OK 关闭 然后这个文件 我们也可以删掉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项目中的icon font 就替换成了最新的icon font 对老的功能不会有影响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图标 在哪呢 就是这个旋转的图标 我们看怎么用 打开我们的代码 进入到common路下header这里 找到index.js 我们往下去翻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searchinfo switch 也就是换一批的代码都在这里 我们呢 想在它前面 加一个icon 怎么加呢 我们去找一个icon font的引用啊 到下面去翻一下 这里有一个i标签 复制 粘接到换一批的上面 它的内容呢 我们要改成刚才spin标签的编码 到这里 我们复制一下代码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编辑器粘贴 保存 然后我们到页面上 看一下效果 刷新 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icon放到哪去了呢 放到右下角了 原因是什么 这个样式受上面的这个样式影响了 大家来看 因为你的这个放大镜按钮啊 你布局的时候 是对icon font的样式做了修改 让它呢 靠右居下 下面这个也是一个icon font的class 就有了冲突 那怎么解这个事呢 我们这么解啊 在代码里面 我们去改一下我们的style.js 同时打开index.js 我们往下翻 找一下 应该在这里 search wrapper下面 会有一个icon font的class 我们到style里面去找啊 search wrapper下面的所有的icon font 都会有这样的样式的修饰 都会是绝对定位 居右居下 那么我们想改一下 怎么改呢 那这么改吧 除了这个放大镜 有一个icon font标签之外呢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zoom 后面也加一个zoom 保存 然后我们的样式里面 我们这块写什么呢 不写icon font了 我们写zoom就行了 保存 再到页面下 点击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放大镜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也不会影响到 下面的这个小的icon font了 OK 那我们呢对这个小的icon font做一个处理就可以 大家一起来看 打开我们的编辑器啊 我们找到刚才的这个换一批 给它呢来一个样式 样式叫什么呢 叫做spin OK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样式啊 在下面再加一个spin都可以 看看下面有没有地方可以写 好 这里可以写啊 search info title 指的是什么呀 指的 就是我们spin所在的这个 外层的容器啊 或者你加到search info switch也行 我们加到这里吧 加一个spin的修饰 我可以给它放它size 设的小一点12px 这样的话 看起来会舒服一些 刷新 大家看 好 同时右侧呢 我可以给它一个margin right 2px 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那我希望呢 点击换一换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旋转的动画效果 该怎么做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不用之前讲过的那些 样式的切换的组件 比如说css transition group 我带大家换一种写法 进行这个动画的实现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到更多的基础知识点 打开代码 我们这么来写 spin呢 我们给它一个样式吧 叫做transition out 我们让它的所有的css动画效果都是800毫秒执行完毕 然后呢 让它的动画类型是一个ezyin吧 先满后快 OK 然后我们再这么去写 transform 给它来一个rotate 好让它呢 一开始旋转多少度呢 0degree OK 但是只有一个block样式呢 才可以进行这种transform 我们呢可以给它display block 再加一个float left 先试一下保存 保存 当然呢你可以先让它旋转50度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 看不出来啊 我们再给它一个8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旋转的啊 你可以看到正方形已经有了一些偏转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呢就给它做了一个偏转 OK 继续 我们还要写一个东西 先把它恢复到0 旋转呢 还有一个旋转中心 这是css的一个基础指示 transform -origin 我们可以给它center center 让它以自己的中心为旋转中心 保存 OK 然后我们这么做 当你换一批被点击的时候 我只需要让这个I标签 它的这个rotate的值发生变化 每一次加360度 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它的这个动画效果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这么做 大家还记得 我们讲过有一个叫ref的内容吗 它可以获取这个I标签的真实的dom节点 那怎么做 它里面放一个函数 我可以给它请问一下 Icon 然后呢 this.spin icon 等于这个icon OK了 好 然后我们来写 当你的这个search info switch被点击的时候 会执行handle change 配置这个方法 然后我可以把谁也传进去呢 我可以把这个this.spin icon也传进去 那么我们试验一下 在handle change page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的第三个参数 就可以获取到这个spin对应的dom了 console.log一下 spin 保存 刷新 我们在控制台里 大家仔细来看 当我点击换一批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个icon对用的dom打印出来 再来 好 有了这个dom之后 我们就好办了 我们说 每一次 我们希望这个dom 它对应的 transform rotate 后面这个degree的值 发生变化 就可以了 那怎么做呢 我们这样来做 我们可以每次的输出 spin.stile.transform 来看一看 保存 这是 原生的js 获取元素上的 css样式的一个语法 刷新 大家看 它现在是 什么都没有 OK 这也是对的 好 接着我们继续来做 因为你是写在stile.css里面的 它并不是写在这个dom元素上面的 所以你现在取不到这个transform的值 那么不妨怎么样呢 一开始我transform也不让它有0degree了 本身它什么都没有 也是不旋转 那个意思 那接着我们继续来做 我们这么做 我先让spin.stile.transform 等于一个字符串 rotate 360dg 好 大家想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一旦用户点击这个换页的时候 我就让spin这个元素 它的transform旋转360度 那是不是就有动画效果了呢 我们保存一下 点击一下 换一换 大家看有没有一个旋转效果 再来看啊 仔细看 点击旋转了一圈 但是再点击就没用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时候 你的degree 一直是360度 没有发生变化 它不再发生变化 就不会有这个动画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首先我们去看 它之前的角度是多少度 如果之前角度是0 我们就要把它变成360 如果之前它是360 我们就需要把它变成720 每一次增加360度 这样的话 每一次点击动画才有效 那么我们就要获取到 它上一次旋转的角度 到底是多少 那怎么获取呢 很简单 我们就拿transform的值 拿出来之后呢 去取到里面这个360 或者720 或者对应的值就可以了 我们这么来做 const origin angle 就是原始的角度 等于这个元素上的 transform的值 我们对它呢 其实就是后面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我们取这个字符串里的数字 怎么取 我们可以用这个字符串的replace方法 对它非这种数字的内容 进行一个替换 好 如果你这里的某一个字符 不是0到9的数字 那么我把它都替换成什么呢 都替换成空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在这来看 我可以把这个origin angle输出一下 console.log origin angle 好 我再把下面这个先给打开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小 第一次我们点换一批的时候 大家来看 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是一个空 因为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still.transform是没有值的 所以没有值呢 你replace也没用 它输出的角度 肯定是一个空字符串 紧接着我把它的rotate 变成了360度 好 那我再点击一次的时候 大家来看 彼此是空 我再点击一次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变成了360度啊 那么结合这个算法 我们就可以这么写 当然呢 这块我最好写一个let 然后我们写一下 当然最好这块 因为你转化过来的东西呢 是一个字符串 其实应该把它变成一个数字啊 我们先写一下 if origin angle origin angle 等于 parse int origin angle 然后 让它以实进制的形式 转化成一数字 否则的话 我们让origin angle 等于0 好 大家想啊 当我第一次点击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transform是没有值的 那么origin angle 它就不存在 这个时候 我把它的origin angle 设置成0 如果之前呢 你已经有了这个transform的值的话 那我就截取到它数字部分的内容 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正整数 接着我们要干什么呢 接着就简单了 spin.stil.transform等于rotator 我呢 把这个360换一下 让它变成一个可变的数字 这个可变的数字是什么呢 它就是origin angle 加上360 好 保存一下 我们把下面的注释去掉 把这个else写正确 然后我们来刷新我们的页面啊 刷一下 说origin angle is not defined 我们应该pin错了 看哪里写的有问题 好 这里 pin写的有误 保存 我们再回到页面 刷 点击搜索 点换一批 好 转一圈 再点 又可以换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我们的动画效果 是不是就已经做好了呀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动画效果 转的有点慢 你完全可以自己来改一下 只需要改stil里面的这个0.2秒 你给它改成0.1 那转速会更快 刷新 点击旋转 特别快 但是这样的话就不太漂亮了 还是0.2比较靠谱啊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动画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并没有使用react transition group这样的插件 我们单纯的借助了react里面 或者说css里面 这种transition的过渡效果 我们给一个标签加了一个transition 让它具备过渡的特性 同时呢我们改了它的transformer region 让它呢围绕它的中心点进行旋转 接着每一次用户点击的时候 我只需要改变它的transform对应的rotator的值就可以了 第一次进入的时候 它没有rotator的值 我让它的rotator的值 初始值是0 然后呢加360变成360度 当你的旋转角度从0变成360的过程之中呢 它有一个过渡效果 所以它会慢慢的变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动画效果 那第一次动画运行完成之后呢 它的transform对应的rotator的值变成了360 这个时候我拿到这个360 我在它360的基础上再给它加360 那么再点击一次 它就变成720了 从360变到720 它又会有一个过渡效果 所以动画样子又出来了 就我们借助的这种 单纯的csstransition的过渡效果实现了我们的这种动画 那同时呢里面我们还用到了一个知识点 就是这个ref 大家往上翻 ref可以让我们去获取到 react渲染出的这些组件的真实的DOM节点 那么我们呢 需要用到这个DOM节点去改变它上面的css样式 所以ref也需要我们在这里进行使用 通过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相信大家呢 应该知道如何去做这种非常简单的动画 如何去使用ref 那这两点大家掌握就OK了 好 讲解到这里 header部分的代码 我们就讲这么多 课程讲解到这儿呢 我相信大家对react或多或少都有了一些自己的理解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两点我要再强调一下 首先react是面向数据编程 所以它最难的地方是reducer里面的数据应该如何的被设计 所以大家呢主要把这块的内容搞清楚 第二点是react你要想改变它里面的数据 要遵循redux的单向数据流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首先呢你要派发action给到store store呢再给到reducer reducer返回一个新的数据给到store store去变更自己的内容 当数据发生变更了 页面自动就会跟着变化了 那初学react大家肯定没有我这么熟练 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不断的去写我们之前写的代码 当你的代码写得很熟练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react并不是这么难 后面我们再写其他的功能 你会发现无非就是复制粘贴 重复之前我们的一些劳动力就可以了 那这节课呢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大家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